又很害怕,但又要加速 精神分裂,大膽之士,減十尺 Hello,大師兄秋文 排骨仔Eric 今天我們說的是甚麼 軸車迷你版 有沒有名字? 有的,AM1 我們重點是介紹M車 對 放這架在做甚麼 這個是去過哥哥 即是跑龍套的 也不是的 沒有哥哥就沒有弟弟 不是跑龍套的 對,不是跑龍套的 不用找鞋子的 不用的,沒辦法拿去 這架新的AIM車 我們之前已經有 亦有一架叫做AIM車 也是叫做AIM車 就叫做XM1 用皮帶驅動 這架新的AIM車 用軸來驅動 亦都是我們第一架 炭軸的AIM車 也是AIM車 炭纖維件 金屬和金屬為主 應該跟金屬的 都跟了金屬件 跟膠的 是,是膠的 剛才一動起 我發覺 這個軸距都差很遠 210 這個是熱鹽 天生就不用再改長改短 現在好像流行225 也是避免車口 明顯看到 都已經不是跟油壓板 現在比較浮行 流行一點 還走到金屬牛角 頭尾 油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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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壓已經走到XQ10 XQ10的短油壓 其實都差了很多 看到長短也差了很多 重心也差了很多 有防天缸 後面應該比較容易看 走到低的防天缸 就是在這條晚向的下底 XM那時還在這條晚向的上臉 還有這個 這個Arcumen 是Arcumen 這個已經可以換成8.5 和9 這個以前舊款 就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 沒有一條 但技碼是一樣的 其實是否整個懸掛 除了油壓不一樣 就好像其實還是一樣的 就是鼻馬 手腳 膠件 膠件 應該還是一樣的 可以共用的 可以共用的 以前玩開XM那些 其實那些零件 零件還可以保留 繼續去試試玩一下 逐車 上次說 我記得我們在外面 野外腦出的時候 這輛車頭是浮的 尾 就變成浮動和正常尺寸 沒有浮得那麼厲害 也有輕微的浮動 因為這輛車的特色就是浮動波箱 A-M1 盡量保留這個設計 但奈何 尺寸規限了 所以尾部只可以有好味 但頭部還是保留了浮動設計 其實因為頭部的影響會比尾部更嚴重 動力的影響會較大 其實是在車頭那裏 車尾那裏沒有那麼大影響 所以保留了車頭的浮動 這輛車頭也繼續有 不過是很短 變成很硬 所以浮動率比較少 沒有這些十分一 所以浮動效應比較明顯 小車就沒有那麼明顯 但還是有的 還有甚麼不同 駕駛的感覺就很不一樣 其實好像我沒有玩過 我也有玩過 他也有玩過 我相信反應是很不同的 因為之前我們玩這輛十分一輛車 都應該是保留那種特性 是的 是這樣叫你比偶 是的,也是叫你比偶 是的 那次我玩的是十三點五的Turbo 十三點五Turbo 是的 少少Turbo 直路已經是很大人驚 加速感 是的,很大人驚 沒錯 但又好像很大人驚 很大人驚 那即是… 又我又癢 即是精神分裂 好啦,其實我有一點點題外話 因為油價大車出了之後 很多人都問 喂,內次比2.353 好像跟我們傳統一般皮帶車的1.9 然後直路的尾段好像輸了 其實我有一點點提示 不是叫提示,而建議 正正因為它的內次比是2.353 當然啦,這輛AM1也是2.353 嗯,沒錯 其實容許你把大減齒搭小一點 我的意思是甚麼呢 譬如你玩開皮帶車 玩冰淇淋那些也好 玩Turbo車也好 玩Modify也好 其實你用開那個尺 譬如我用冰淇淋 可能一輛冰淇淋的皮帶車 用80多的尺比 即是大減,所以80多 其實這輛呢 我是建議你用第10瓦 譬如你是用86 你可以用76 然後彌補中尾段的那種新延性 很多車友都會說 我車速不夠,中尾段輸 其實因為都是套用皮帶車的那種尺比 所以變成中尾段的新延性 逐車變成出不了你 我建議大家玩這輛車的時候 大的也好,小的也好 就是把那個尺比大減縮十尺 然後擔回你正常 想用的尺比 這樣便可以幫到大家了 那時候我們跑駕駛大的軸車 我們還用七十多 七十五 差不多 控制4.5 尺比的冰淇淋 你們可以看一些影片 其實中尾段是沒有輸過的 對,沒有輸過的 放膽一點,很細小 對 Modify 我們都跑90頭 90大減的 所以這個是提供給車友 所以他們有些覺得中尾段 好像出不了你,有點吃虧的 其實你的尺比正正是 牌瓜仔說的 大膽之士,減十尺 這輛車的影片 出門時應該是正在發售的 正在發售 下次再說 再見 再見